台湾在今年初爆发苏丹宏实安事件 食药署跟全台卫生单位进行扫荡后 苏丹宏是一度销声匿迹 不过最近又爆出寄生公司的一款 飞马牌特条咖喱粉 被淹出含有苏丹色素一号 数量多达5000多核 流向双北、桃园等9个县市 但截至昨天下午只下架了652公斤 等于有将近9成都还没有回收 北市卫生局也将业者移送法办 业者方面则是提出要求赴宴 点开寄生公司官网 满满都是新香料调味产品 但今年初寄生公司曾因为辣椒粉含有苏丹红 还变造检验报告引发争议 如今又被新北卫生局抓包 贩售的一款飞马牌特条咖喱粉 宴出含有苏丹色素一号 数量重达3150公斤 北市卫生局进一步来到寄生位在台北市的总公司 发现这一批咖喱粉都已经卖到 包含双北桃园等全台9个县市 台北市进货60盒皆已售出 要求商家张贴退货公告 交易局以及卫生局立即清查 厨房以及团扇都没有使用到 乌龟P号的咖喱粉 但麻烦的是截至1号下午3点为止 违规的5000多盒咖喱粉 只成功下架652盒 等于还有将近9成都还没有回收 不知去上 由于今年爆发苏丹红事件后 冰镜都采取全面抽烟 销署初步掌握这批出问题的咖喱粉原料 有可能是早在去年就进口台湾 为了维护食安 也会把从中国还有印度进口的咖喱粉 持续在边境查验到明年 这个是要有刑者 应该要移送罚办 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病科8000万以下的罚纪 但网易它如果是累犯的话就会加重 计生公司也在官网上发出声明 目前都已经通知销售通路下架回收产品 绝对没有怠慢或心存酒性 才能要复验重新检视生产品管流程 就怕接二连三出包 能以挽回消费者信心 记者为天长沐浴组合报道